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出现了七项的这个雨量的这个警告的这样的一个天文了 我们到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立法院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院费洪泰 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好 今天新增了本土个案有4例 死亡的个案有4例 而接下来两周继续维持二级警戒 那本土的病例有4例 死亡的个案有4例 大概从明天8月4号起到8月23号 我们就维持疫情警戒标准为第二级 这个人需关闭的场所 那是歌厅舞厅夜总会 俱乐部 酒家酒吧酒廊 努务捷印带 播映场所 四厅歌唱场所 那李荣苑 至于游艺场所 电子游艺场所 资讯修行场所 麻将修行管机 其他类似的场所 还有那个K书中心 就是维持不开放 好 今天新生本土4例 不过死亡的也有4例 一致感染源是1例 而关联不明的还有3例 以地区来看台北市有2例 那么在开放内用之后 马上就有餐厅出现了 确诊者的足迹 而新北市有1例 高雄市则是也有1例 好 那么在这个今天 也宣布接下来两周 还是继续维持二级警戒 但是呢 好 还是必须要 这个除了饮食之外 全程来佩戴口罩 另外比较特别的是超商 现在有工作人员服务的时候 就可以卖茶叶蛋和关东煮了 再来有些地方终于开放了 包括了社区大学 包括了这个叫做亲子馆 桌游场所 游泳池等等 现在呢 在规范之下 是终于可以逐渐地来开放了 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呢 现在虽然说 好像疫情是稍微比较趋缓了 可是啊 这个大家都还在等疫苗啊 有9.9万剂的这个 9.6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昨天是已经运抵台湾了 但是目前看起来是 难以解决现阶段的疫苗荒 目前我们大概有六成多的民众啊 其实是连第一剂都还没有打到的 可是传出食药署 超高的接种比率是高达百分之一百六十九 而且署长吴秀梅担任董事长的 一个医药品查验中心 竟然大家是都已经打好打满了吗 立文 所以啊 这不是坚守制造的概念吗 我们是人民是疫苗乞丐 官员是疫苗强盗啊 连不是食药署的人也通通都打好打满 因为他管疫苗的 所以他爱给谁打就给谁打嘛 看起来全部通通也都不是 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啊 凭什么就已经通通打好打满 你们不是应该要打国产疫苗才对吗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当台湾六成百姓还打不到疫苗第一剂 政府大官却拼命即特权打苗 食药署日前财被报造册人数一千三百五十六人 远超过编制一倍 现在黑名单细项曝光 有零食跟维吻人员加起来六百多人 还有替代疫五十一人 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都夹带一百七十五人 董事长更被踢爆还是食药署长吴秀梅 网友崩溃炮轰 有公务员资格的邮局人员 也有人染疫却没得打 公车计程车司机甚至还没打完 打官要打第二剂了 这些省国产疫苗的怎么不打高端 你们应该带头展现台湾价值啊 合法特权比特权更可恶 为什么呢 他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法律做一个保护伞 大难来时官员的官制 这个所谓的那个学问 就变成是凌驾在一切的人民的利益之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林毅华委员 他去追查出来的 那么呢之前就已经报说呢 食药署呢 他们的整个编制人员其实只有五百多人 就算把编制外的零食人员 408人也通通都算进去了 那么工油啊替代液啊 通通都算进去了 那也没有一千多人啊 所以这一千多人是怎么跑出来的呢 就是他的委外注点 还有呢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 可是呢这些人之外 到底是哪些人灌在1356之内呢 就发现说原来也有国产疫苗的生产 生产者还有国产疫苗的仓储 国产疫苗的物流 那这些通通都已经煌不浪当打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么立法委员林毅华就质疑了 这个中心的工作内容有药品审查 医疗器材咨询辅导 医疗科技评估跟国际合作 怎么看都不是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啊 我们刚刚看到的 但是刚刚看到的呢 他这讲的是CDE啦 那么还有我刚刚说的 甚至于外传高端的员工都已经先打了 那是不是也是食药署给他们打的呢 要记得 他是第二类人员 是在台湾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第一线的医护打完就是第二类 食药署就打好打满打超过 这些人凭什么跟我们抢国际认证的疫苗呢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 食药署这个伟大的署长 吴秀梅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我们食药署真的有人员染疫啊 然后导致70几个人无法上班 有人染疫的地方很多哦 然后呢 难道你希望我们的工作通通都停摆吗 这个议题都已经讲过了 不想再讲了 什么叫做议题讲过不想再讲 你这个态度很不健康哦 卫福部的内部人士就说了 这个吴秀梅啊 仗势是卫福部陈时中的爱将 所以呢只要是吴说的话 陈时中都照单全收 所以他的名单就不断的膨胀啦 吴秀梅是很嚣张很跋扈的 面对立法委员的质询 他是给你顶回去骂回去的 管你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他不是只有对在野党凶而已 连民进党的立委他都敢凶啊 你就知道他后台有多硬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 台湾从头到尾就是缺疫苗 好不容易呢有个莫德纳 大家都想买莫德纳 他又不去买 总共你看我们505万之前 加后来加的105万剂 100万剂 我们自己买的也不过才600万剂 加上之前美国捐给我们的250万剂 总共就才855万剂嘛 那855万剂除以2 一个人要打2剂的话 只有400多万人可以打 那现在我们自己买的莫德纳 这605万剂里头来了多少呢 总共也才来了125万剂 零零星星很慢 最新在昨天来的是不到10万剂 将近10万剂 你看就这样一点点 一点点 你看人家韩国总理 你看人家日本 是怎么样去催莫德纳 抢莫德纳的 然后呢我们就来进行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呢现在只 总共来了才125万剂 好啦 那怎么办 那没有人打到第二剂 怎么办呢 庄仁祥就说啦 打完第五人之后啊 总共有300多万人打了第一剂 所以说呢 能打满第二剂的剩下不到100万人 那怎么办 那你现在还要开放混打 自己打第一剂莫德纳的人就没搞了 你再放好喝打冠 你现在还要把莫德纳给打第一剂 打AZ的人打第二剂 哪来的莫德纳 你这个数学是怎么算的 如果你想要这样的话 你就早应该去多买3000万剂的莫德纳 你又不买 自己打莫德纳都没有第二剂了 你还要把第二剂拿给别人当第二剂 怎么可能呢 那所以陈时中就说啦 疫苗很少 你不是说疫苗很够 现在又说疫苗很少 到底要听哪一个 你陈时中的话不能听嘛 陈时中就说他需要讨论研究 如何适当分配 这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这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就是这么一点嘛 生多粥少 那你就多买一点粥回来 你又不要 然后这么一点粥 你再接十个鸡鸣过来 要打莫德纳就没人去煮了 你又说没打莫德纳 你又要让他煮第二剂 你真的不是公然欺骗 所有全天下人吗 事实上不只是食药署 那么疾管署也被质疑 他的造册是不是有这个 夹带偷打的情况呢 因为林毅华委员就发现 到7月27号为止 被列为第二类优先施打的名单当中 这叫做疫苗生产人员 接种了873个人 而疫苗仓储跟物流人员 是接种了1462个人 好 加起来有2000多剂 那么黄子泽就质疑说了 说穿的这不就是高端跟联雅的人吗 如果本土疫苗的员工 都已经打完了国际疫苗了 那凭什么要求老百姓 第六轮要打高端呢 那质疑怎么看 食药署跟疾管署 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第一线 我们中华民国大概全世界 唯一的国家 我们分成了十类还是十一类 平常讲第一类医护人员 全世界的大家 因为他们在第一线 接触到可能确诊的人是最多的 没有话讲 可是你看我们的第二类跟第七类 这两类第二类就像 就是疾管署死药署他们这些人 把自己的朋友攀亲戴故的 通通拉来打 包括他自己当董事长的 这个财专法人 也不是第一线人 也拉来打 刚才也提到了 像联雅这个高端的人 他们也要打 平常讲 尤其像举例像第七类的人 一开始登记是9万人 最后搞了94万人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政府实在是非常的过分 我曾经 郑立文传给我有一份资料 我在这边秀过 就是有国英事业单位的工会 写信给蔡英文 蔡英文就交办行政院 行政院就让他们去打 指挥中心就让他们去打 所以第七类才会从9万人 膨胀到94万人 他们只要数 这个就是第二类人 第二类人 你看可以膨胀 打死打的比例 百分之169 我们台湾还有六成多 六成多的人没打 这些人难道他们 他们没有危险吗 那些年轻人 他是要养家的 人家贴了一个看板说 我倒全家倒 因为全家只靠他那一份事 我养的全家不是全家超商 所以我是觉得 凡事要有一个公平性 我们也知道 他们就是不肯多买疫苗 他们就是要留下 两千万剂的这样子的容量 给高端 给联雅 剩下他就举例 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没有疫苗了 没有疫苗可以施打 下一批 大概和大量会进来的是 到九月底开始的BNT 请问这一个半月 你除了高端可以选择 你还可以选择什么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 为了蔡英文 为了要护航 逼着 我们可以扩张解释了 逼着指挥中心 我就是让你不够 而且这段时间 平常讲 五月份大爆发以后 还好有美国 有日本 送给我们将近六百万剂 没有这六百万剂 台湾现在会更惨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东西不买 为了高端 我们的人要打 对不起 你们慢慢等 先打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有这样子的官员 台湾的人会信服吗 好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很奇怪 就是数字一直在浮动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公费疫苗的接种对象 不是有很多类别吗 包括了这个第二类 是最受争议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叫做 中央级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 你看从2020年的14万人 到后来2021年 一开始缩水了变成9万人 再来变成13.9万 到16.6万 到最后变成19.7万人了 为什么又暴增了5万个人呢 所以时代力量的 这个立院党团就说了 应该要追究这些 特权疫苗的施打者 难道你有被造册 列为是第二类 你就不算是特权吗 你这才叫做特权呢 好 苏伊丰医师也说呢 混打政策开放得太慢了 医护人员早就打了 两剂的AZ了 所以大概第二跟第三类 才是最大受益者 最后呢 混打到的这个AZ加mRNA疫苗的 通通都是第二类的官员吧 好 网友就说 一堆医护人员都已经被叫去 打完了才开放混打嘛 美其名说为了医护 但是还不是都是为了 第二类的官员吗 简直是莫德纳BNT随便他们选 但是他们却不混打高端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 这回连卡神杨慧如 都要出来说话了吗 他说第二类官员 根本不应该跟老百姓 抢国际疫苗啊 这些人的第二剂 通通都应该要去接种高端疫苗 罗志祥议员就说了 不以人废言 这一次呢 他非常赞同杨慧如的呼吁 高端既然这么棒 通通都留给高官来打呀 高官打高端 不是刚刚好吗 好 王任贤医师就说 打完第一剂 莫德纳四周之后的 保护力就会下降了 还没有接种到第二剂的孤儿 只能够自求多福 把口罩给戴起来 保持社交距离了 在今天陈时中部长也坦诚啊 他说对啊 如果超过时间的话 当然有可能保护力会下降 当然有可能啊 好 所以说 现在陈时中部长 什么都承认了嘛 如果说间隔太久 保护力会下降有可能啊 而现在我们手上的疫苗 就是不够多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这个预防委员 所以莫德纳到过有限嘛 很多人都问呢 接下来我们这个九万十万的 不断地来之后 到底要给谁先打呢 是要先让第一类的人多 就是打第一剂的人 尽量多打来扩大呢 还是说让大家可以打到第二剂呢 好 今天看起来 陈时中部长好像是说 要尽量扩大第一剂啊 那不是第二剂 通通都变孤儿了吗 好 那么再来看到 8月6号才宣布说 要开放让这个大家可以混打疫苗 看起来很多人都认为 这就是为了让官员们 可以来混打而已啊 到底谁得到好处了 我觉得从头到尾 我们的卫府部 尤其陈时中 都没有全盘的战略的规划 都是充充满满 都是被动的 而且很多的做法 坦白讲 都可以看得到有私心在里头 譬如说你这个第二队 这些官员怎么膨胀到这么多呢 这像一个军队你知道 你以为所有军队都要潜性作战吗 很多军队这样打完 他们都还没有跟敌人面对面打了仗 为什么 因为后方需要很多人做后勤 补给了这样的一个作业 还有文书的作业这些 那我们现在把第二队都当作 要跟病毒打仗的这样一个战斗人员 有可能吗 这里面你真的有很多人是在接触群众的吗 接触病患了吗 要在医院进出了吗 不是嘛 所以第一类医附人员 这个没有话讲 你知道我们的规划 一共规划的十类 我想到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你就在这里面制造阶级的对立嘛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嘛 第二类就是特权嘛 你们这些都打穆德纳的嘛 对不对 那其他的人呢 苦等一个都没有 你们两季穆德纳都打完了 有很多人都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在国外就医附人员先打 过来是老年人 因为他们比较脆弱 还有呢 生病的人 重病人 我们现在你看那个第九类里面 就有一个所谓罕见疾病 什么重大病患这些 这些呢有些反而要打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打 有些打了可能危险 可是在国外的做法是 很多这样的人要先打了 因为他们身体最脆弱 你怎么会不打呢 你不打你感染的时候 你身体不好再感染你就完了嘛 第二个他们讲的第二类里面 放了很多的人 可是警察是在第五类 我跟各位讲 警察当然像我刚刚讲的军队一样 不是每个人都跟民众接触的 但是警察有很多事 每天要接触 大量的接触 广泛的接触民众的 这些为什么放到第五类 没有道理嘛 你又放到第五类 然后你的施打力竟然可以到达 这个你这个什么食药署 你们的接种力可以到达百分之一百六十九 这个六十九怎么产生的 你说攀亲攀故带进来吗 我不相信所有这些都是 都是里面的公务人员 这里面一定有家人在里头 要不然不会膨胀到这么多 六百四十六人 是你的编制原核 你会搞到 照测课照到一千三百五十六 然后完成接种一千零八十九 肥水不落外人田 对不对 守仓库的吃醉宝 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 很多的私心 很多黑暗民在里头 你们这些很天在支持高端 你们凭什么给我打穆德纳 对不对 从参与文以下 民进党这些官员 包括民旦 你全部给我打高端 而且你们打的时候 全部拍片 拍照纯正 让来民对你这个政府肺腹心心 对不对 连你高端的这些 所谓的疫苗生产能源 你没打穆德纳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讽刺吗 好像演戏一样 自己的剧团里面的人 不看自家人的演戏 到隔壁戏院看别人演戏 这不是很好笑吗 这叫爱台湾 嘴巴爱台湾 其实最爱是自己 好 所以说呢 看起来现在都是 这个第二类打好打满 那后面有很多的年轻人 现在是完全等不到疫苗 那么苏川昌院长宣称说 已经有910万人 施打疫苗覆盖率将近四成 还说这样的数字 在亚洲是名列前茅 多有钥匙拿出 卫福部的资料打脸 说完整接种两剂的 根本只有2.1% 根据卫福部资料 第一剂疫苗接种人次 866.1万 两剂的则只有49.2万人次 完整接种者 含概率只有2.1% 但苏葵却宣布 有910万人接种 即使是剂次累计 也与卫福部公布的 915万有差距 钥匙打脸 苏葵算法难道就是执政党 想给人民的精神胜利法 所谓名列前茅说法 也遭到质疑 以BBC统计排名计算 如果是接种总计数 亚洲排名14名 每百人接种计数 则是13名 网友开算 原来14名 就是名列前茅 这难道不算造谣吗 政府敢罚300万吗 院长造谣 有谁敢办 好 我们真的是名列前茅吗 在亚洲真的这么厉害吗 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口 其实只有占2.1% 好 甚至包括像是缅甸 和斯里兰卡 印尼的两剂完整的施打率 其实是比台湾来得更高的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高委员了 那苏葵这样的一个说法 大家能够接受吗 未来像是美国都规定说 你可能要打完两剂 才能够入境的话 那台湾人要如何走出国门 也是就是说台湾现在就是面临疫苗荒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的施打率 其实已经是大家非常踊跃去施打 有疫苗大家其实都努力的去打 问题就是在于没疫苗 所以大家现在想打疫苗也打不到 那看起来8、9月 目前好不容易来个莫德纳 但是只有10万剂 还是远远不足 将近400万的人在等待莫德纳 那甚至已经打完第一剂 要打第二剂的一到三类 刚刚讲说其实我们基层诊所 这些医师跟医护人员 最近也都炸锅了 也就是说现在看起来 虽然说开放可以混打 就是他们第一剂打AZ 第二剂可以混打这个莫德纳的 但问题是目前也只开放到医院的医生 那像诊所这些基层人员 其实他们主要担负着 这个帮我们施打疫苗的工作 所以他们其实也非常辛苦 那我们的覆盖率可以达到这么高 其实这个基层诊所功不可没 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混打莫德纳 并没有到开放到基层的 这些诊所的医护人员 所以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莫德纳不足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如果说这个疫苗能够多一点 包括莫德纳或是AZ的话 我相信施打率会更高 那现在大家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第一剂都还没有打完 那很多第二剂也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我是觉得说目前我们要做 当然除了赶快能够把疫苗吹进台湾之外 另外就是说现在国产疫苗的施打状况 也没有如我们的预期 其实刚刚也讲到说 确实有很多第二类或是政府的高官 他们已经率先的打第一剂 甚至打第二剂 那他们也包含在这个一到三类混打的莫德纳的里面 所以我们认为说 未来是不是这个第二类的这些所谓政府人员 他们第一剂是打AZ 但是他们第二剂不应该是打莫德纳 应该是要打这个国产疫苗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那把这个莫德纳留给孕妇跟医护跟有需要的人 包括第九类慢性病其实也非常多的人 他们只能打这个mRNA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先把疫苗留给这些有需要的人 那目前看起来的我们的防疫措施呢 在今天的这个病例数来看的话 确实有慢慢的降低 到今天只有四例而已 但是未来我们担心就是Delta一旦来的话 那如果我们的覆盖率不足应该要怎么办 那也有医生说如果我们打了第一剂 再加上这个口罩的话 其实也等同打两剂 所以大家还是要努力的戴口罩啦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那如何让这个Delta病毒 在境外能够这个阻绝久一点 所以我们也是在跟时间赛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是呼吁大家就是有疫苗就打 那像我自己也会去打高端疫苗 希望能够这个盖头就是说 至少说有一个保护力这样子 这让大家觉得说至少还是民进党的这些公职 或者是委员有人去打高端疫苗啦 但是是不是因为真的没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只能够打高端吗 但是赵浩康说他不会打 我的确听到很多人讲说我现在没有啊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志浩打高端 你问我我是觉得说我宁愿等我也不要打高端 对不对 你10月可能就BNT进来 郭董现在在催嘛 那BNT陆陆陆续续有1500万剂啊 你扣掉了那个中学生124万人 大概会用掉这个250万剂 那其他的你还有1250万剂啊 可以让一般人打 所以不要急啦 因为台湾现在疫情也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你为了勉强为了打疫苗 为了打疫苗去打高端 那你干嘛冒这个险呢 我认为以目前台湾的疫情 跟你打高端的风险 我宁愿不打高端 有高端的受试者在网络发文说 9月才要抽血来确定抗体 那么现在就要让老百姓来施打了 这安全性难道不会有问题吗 所以赵浩康就呼吁大家说了 不要急 先不要打高端 等BNT来台湾了 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 把高端列为是只获得了 一个国家EUA的疫苗 那既然就有作家说 认为高端现在是取得了疫苗 奥运的参赛资格了 立文啊 这会不会对于高端的期望 有点太高了一点 要代表我们台湾去参加奥运比赛吗 问题是人家明明就是一个 没有做三期的这个疫苗嘛 你怎么去跟国际这些疫苗来比呢 这种胡说八道的作家的话 就不要听啊 写的东西也不要再看了 浪费生命 浪费人生 那现在网路这么的开放 所有胡说八道的文章 只要你敢po 都可以全部到处po 但我们自己要自己过滤 不要污染我们自己的智慧 那高端根本就不是疫苗 为什么要打 它根本就不是疫苗啊 谁说它是疫苗 说它是疫苗的人 就是胡说八道是骗子嘛 那你为什么要被他骗呢 所以不是说打了高端 那你是打心安的吗 那你打了高端 那你反而疏忽了防疫怎么办 你很可能就会变成防疫的破口了 所以那还不如不打 如果它是合格的疫苗 那我们当然尊重个别的选择 你去打疫苗 它根本就不是疫苗 它算不上疫苗 它根本就不是疫苗嘛 一个到现在二期都还没有解盲 对不起我讲的是二期哦 不是三期哦 连二期都还没有解盲的东西 怎么可以随便乱往身体里面打呢 那你今天台湾没有疫苗 就是政府害的嘛 所以我们就只好自立自强 自己保护自己 自己救自己 还是要非常小心的 勤洗手 口罩随时都要戴着 因为现在可以在外面用餐了 那你在用餐的时候 你会把口罩拿下来 你就会忘记 譬如说你在这个餐厅里面 你可能会去上厕所啊 会干嘛 这时候你就忘记戴口罩了 所以大家就是要非常小心的防疫 还是要戴口罩勤洗手 那这些防疫的动作做好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争取 把国门整个封起来了 所以暂时你不需要害怕 Delta来怎么办 那就一直封到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人打完疫苗嘛 就这样子 有些产业就全部死光了 就请政府从头到尾纾困这些产业 那也没办法啊 不然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封下去 封到明年也封啊 封到我们真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 都打完两剂疫苗了 叫苏贞昌这种数学 哪一天有破口都是迟早的事情啊 所以在这种时刻 千万不要为了打疫苗 而去打疫苗 也千万不要随便相信政府说的话 我最最可怜的是打了第一剂 AZ第一剂莫德纳的人 然后第二剂是什么呢 那现在变成告诉你说 超过四个礼拜之后 你就当作你没打过疫苗 这是什么政府啊 现在有这种政府啊 那有这样的政府啊 那所以我觉得 大家就是养成自我防疫的好习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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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